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啊,米奇,唐老鸭,米妮,戴希和高飞来到了森林里边 是米奇把他们约来的,可是米奇人却不见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森林里面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诶,米奇呢?米奇哪里去了? 嘿,米妮,米奇不是跟你在一起来着吗? 不知道啊,米奇只是说让我把大家带到这里来 米奇不会把我们骗过来,他自己没有来吧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 我就说嘛,不可能的 我呢,比你们早来 我发现呢,这个季节里森林里应该有蘑菇的 可是这个森林里一个蘑菇也没有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蘑菇放到森林里去 嗯,这个足以不错 那我们要用到什么来做呢? 当然,我准备了彩泥 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 是个不错的想法 那我们开始动手吧 好,那先用棕色的我们来做一个蘑菇帕 好,现在呢 我来做蘑菇头 好,高飞,那你来做 那米妮,你就跟我一起来给蘑菇上面做上小点点吧 好 看,我们的蘑菇做好了 嗯,我们的蘑菇做好了 那,高飞,大西,米妮,陶老鸭 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问你们 什么问题? 尽管问,我陶老鸭最聪明 那陶老鸭,你觉得蘑菇像什么呢?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什么男问题呢 蘑菇像雨伞 啊,潘老鸭打得真不错 蘑菇是像雨伞 那,高飞 高飞,你知道蘑菇像什么吗? 我来看一看 蘑菇像房子 嗯,是很像 高飞说得很对 蘑菇还像棉花糖 嗯,蘑菇啊,像的东西特别多 那你们知道吗? 蘑菇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食用的 像我们平时吃的 真魔 杏鲑菇 或者是筋真魔 这些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 但也有一些蘑菇呢 是有毒的 吃了呢,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 甚至可能会中毒 是吗,是吗?我一直都以为 越漂亮的蘑菇越好吃 但心,这你就说错了 越漂亮的蘑菇有毒的可能性会越大 我们在森林里面呢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长得漂亮的东西 最好是不要吃 哇,我们平时总吃一些金真魔 杏鲑菇之类的东西 我还以为是所有的蘑菇都可以吃呢 这下我可长见识了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带你们来森林里做蘑菇的问题了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蘑菇是不可以都食用的 有的蘑菇是不能吃的 小朋友们,米奇告诉大家 小蘑菇是不能都吃的 有毒的蘑菇 那怎样判断有毒和没有毒的蘑菇呢 我们还想判断不了 所以就要问爸爸妈妈了 在森林里面看见吃的东西 不要急着往嘴巴里放 一定要找大人天然过才能吃哦 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次再见,拜拜